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丑辛亥丁氏丁卫 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他在那边问 他的八字到底是喜用神是哪一个 因为有人说是木火 有人说是金 那到底是哪一个 各位 我相信在这种东西 在论坛已经看很多了 来说我们并不是说 他八字到底是喜欢什么 我们是要知道说 他八字到底先 他的一个状况是怎样 我们先看天干 天干的话你会知道 火克金 金兽商 对不对 金兽商就是他的什么 他破财 他这个运程 他的本命是破财 他的地支 火生土 克害水 所以害水商 那害水是他的一个官运 所以这个女生 他的一个本命里面 他的一个财运 他的一个官运 就全部都消失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来说 对他的一个八字来讲 到底他喜欢什么呢 就会变成是 各说各话 有人说喜欢那个 有人说喜欢这一个 到底是怎样 其实我们还是从他的一个大运 五行流通来看 他到底哪个会好 哪个会不好 我们来看魁丑大运 魁丑大运我们会知道 他会怎样 金生水 克兵火 那进入这个运的时候 所以他的薪金 他是复活的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 他是怎样 变强的 可是我们来看 进入了这一个丑运 他会变成怎样 火生土 更克责 所以这个害水 他其实是更弱的 那财运好 但是他的官运是不好的 财运好 官运是不好的 那你说用木 下一柱都是木 我们会知道 木生火克 心金 他的金受伤的更严重 他的财运不好 但是 引害一合 火生土 他的官运 从原来被克 变没有被克 他也是变好 所以各位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其实你还是要看 他的一个五行生克的一个状况 很多东西 不要只是流于在那边金木水火土 用神金木水火土 其实你把他的东西全部带进去就好了 了不了解 批八字 不要用猜的 动手 我们来看 我们先看以财运来讲 天干走甲木 行不行 不行 走乙木 也不行 丙心合 可以吗 丁不行吗 物可以吗 己可以吗 庚也可以 心就死更惨 他刃也勉强可以 癸水也可以 这就是他天干的一个状况 他低支没有财 他低支没有财 就看他财的一个特质 我们就会知道 就是说 升金不行 四升合 有金可以 就他的低支 各位 这就是他的财运 他财运可以用的有什么 有火土 金 水 对不对 地支用一个金 这就是单单用看财运的一个方法 你要看他的官运 看他的官运 那时候看官运 他的洗用 以天干来讲 没有官运 对不对 他的天干没有官 就是直接看官 嫩水行不行 不行 丁嫩合 癸水行不行 当然可以 对不对 地支他就有了 他就有官了 这时候我们从十二个地支来看 子丑合勉强可以用 最少合掉一个 一个怎样克他的 会加强一点 尹可以 卯可以 臣不行 那丑当然也不行 只丑淫卯 丑不行 臣 四当然不行 五也不行 卫当然也不行 五还可以 五为何 少一点点 五可以 稍微会提升一点 但还是伤 生 不行 酉 酉 可以 旭 死得更惨 亥 也很烂 所以我们会知道 他地支可以用的 水 木 火 金 所以 我们会知道 就是说 好像天干跟地支 就是说财运的部分 用金 有金 都是好像有效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共用 有的时候又不会共用 这个就是在八字里面一个 非常非常 会让你迷惘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 金木水火土 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 你哪有什么金木水火土 共用的 什么 大家都好的 没有 什么用神固定 没有 财运有财运的用神 乖运有乖运的用神 所以说就完全不固定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在争论 这个其实有没有意义 也没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时间到了 他自然就发生那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在批八字的时候 在批八字的时候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最基本 就是五行流通 最基本的五行流通 你看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他到底使用 那到底是哪一些东西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